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Catie 今天是久違的美妝影片 而且是你們最最喜歡的 海量產品開箱 有多海量呢 我現在面前的桌子啊 放滿了彩妝 有最近非常熱門的唇頰彩 還有眼影盤 有這種小盤的跟大盤的就這麼多 底妝 修容 腮紅 打亮 唇彩 指甲油 什麼的 超級多 而且你們看到上面都有貼紙條 然後密碼寫滿字 就這些是我詳細用過之後 記錄下來的心得 因為東西真的太多 如果沒有記下來的話我會忘記 那最近如果你有在觀望什麼 專櫃彩妝的話呢 這邊應該都有收羅進來 那開架的部分我一樣會這樣試用紀錄 然後拍成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 就從我最近發現的神物開始 真的非常非常的神 就是 Vanity Makeup 應該沒有什麼人聽過這個品牌 基本上呢 在兩個多禮拜之前 我也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品牌 是我有一天呢 無聊在划小紅書的時候 看到了張曉慧的影片 然後大家還知道張曉慧是誰嗎 就是 前 中正濤的老婆 中正濤的前妻 然後呢 反正他之前有一段時間被媒體攻擊的很嚴重 但現在好像有一點就是 回覆到大家的視野中 總之呢 張曉慧這一個人 他就是一個從頭到腳 從裡到外 不管是他的長相 他的衣著 他的談吐 都散發著貴氣 兩個字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已經用過全世界最好用的東西 那他在介紹好用的 他的年度愛用品 應該就是這些 全世界好用的東西中最頂尖的 那我有不買的道理嘛 所以我在看完影片之後啊 馬上就下單了這個牌子的眼影盤 跟修容盤 我們先來看眼影盤 這個包裝 超美 他這個 這個包裝我真的要說 是我看過 我買過 市面上所有眼影盤中 質感最好的 他不管是整個拿起來的手感 還有整個上面這種 面料質感的處理 跟這種 顏色的調配 你看一下 這個米色配金色 他旁邊那個刻紋 這個包裝真的太漂亮了 然後啊 他其實連外面紙盒包裝都很漂亮喔 再來呢 除了包裝漂亮之外 裡面 配色你們看到會尖叫 這個配色 這個配色不就是百搭實用 天天你要上班上課 或者是晚上你要party都可以 然後呢 更厲害的是啊 粉質很屌 這一盤真的是 喔 這一盤真的是只有屌可以形容 然後他霧面的粉質 我現在隨便摸一個給你們看喔 他霧面的粉質啊 細緻顯色 然後呢 沒有粉感 非常非常的服貼 你們看一下 他是霧面的 他超服貼 然後珠光色的部分啊 他也是 該閃就閃 你們看一下 珠光色 這個是金屬光質地的了 然後一樣細緻服貼 跟那個延展性 非常的強 這一盤啊 我用了好幾次 我完全找不到缺點 而且他的配色也是完美 不管你是要那種 打底色 眼窩打底色 或者是你那個 邊界的暈染色 或者是你第一層 那個皮膚的修飾色調 這兩個都可以 然後這個有一點灰調的底色啊 你甚至是可以拿來修容 然後呢 橘色的部分 我覺得算是這一盤的畫龍點睛 因為這一盤他很明顯就是一個 很中規中矩的大地色嘛 那他還加了一個這樣子的 轉橘色啊 就可以變化出比較活潑一點的 眼妝 再加上他是霧面跟亮片 這樣亮亮的相對啊 這一盤真的 誰能找出缺點 告訴我 到底誰能找出缺點 然後Vanity美膏 他們的東西 就在自己的網站上面販售 他應該 我不太清楚 這個品牌的 就是來源到底什麼 應該是美國的品牌 然後這個眼影盤 是義大利製造的 我補充一下 這盤啊 他下排 全部都是金屬亮片色 可是呢 他針對每一個顏色的特性跟適用範圍 其實質地上是有做的不一樣的 像第一個顏色 他就是屬於打底色的性質 所以他是比較內斂光澤感的珠光 沒有大亮片 很適合大範圍整個眼皮的打底 或是拿來提亮臥蠶 甚至你要拿來當顴骨的打亮也是可以 接著這色算是局部點綴性質 所以他是沒有底色單純的閃片 而且他這個閃片呢 非常非常的閃 是屬於碎鑽銀河的閃度 那因為他底色是透明的 所以不管你是要點綴在你眼睛的中央啊 或者是眉骨 甚至是你臉上身體上 哪裡想要讓他有閃耀感啊 這個都可以使用 再來這個是可以當成眼影主色 他的顏色是帶有一點點透明感的 超高質感銀雕色 這種顏色啊 就是你不管是要拿來疊擦 或者是大範圍的放在你的眼窩當主色 都非常非常的美 然後他裡面的亮片也是屬於碎鑽感的 就是閃度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又有這種很透明 波光玲玲的感覺 接著這個也是屬於眼影主色 他的發色度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是屬於超級閃耀的金屬光質地 他那個閃跟前面這兩個顏色不太一樣 就是他是底色跟亮片都非常非常密 非常顯色的這種金屬光 直接大範圍的把它抹在眼摺 暈染開來就可以輕鬆創造很 Party感的閃耀妝效 再來這個是珠光收斂色 他的顯色度又更更更高 然後呢完全沒有這種細紗的金粉 他就是整個非常密集的金屬光 那這個你不管是放在眼摺 或是局部點綴在眼尾 做收斂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他一樣非常的好暈染 你看我用手指這樣暈出來的效果 就是非常的均勻然後細緻 最後這個黑色可以是主色 也可以是眼尾收斂色 或者是亮片眼線色 這個顏色呢完全就是一個銀河 他真的是銀河超誇張 你看底色是黑色啊 然後發色力跟延展性都非常的好 上面再加上銀色的碎鑽閃片啊 這整個妝效真的是超級性感 如果也是要花煙燻感的Party妝 這個顏色就是可以當主色 那如果是日常使用 這個顏色就比較適合局部的 點綴在眼尾當成是眼線來使用 這個顏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這盤眼影盤我真的超級喜歡 而且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潛力可以創造出很多種眼妝的 所以呢這個我之後會陸陸續續用他來上妝 然後剪輯成短影片放在IG上面 如果你們對這盤有興趣 可是不敢貿然下手的話 可以去追蹤我的IG 看之後的眼妝有沒有合你的胃口 那既然我剛剛先從眼影盤開始 我們就乾脆順便把今天所有眼影都看完好了 首先就是香太爾斯色的眼影 這個我真的是用了之後非常非常生氣 原本買了收到的時候很開心喔 因為呢你們看一下他最原始那個 超漂亮的鴨紋 我就是衝著這個鴨紋而買的 但是呢摸下去之後就發現 欸他那個粉壓的有一點點鬆 所以呢那個鴨紋基本上就是 你這樣子嚕個差不多三圈 美麗的鴨紋就不見了 然後呢他就會變得看起來很像KATE的眼影 然後再來更讓人生氣的是啊 他的那個整個粉質配色顯色度還有妝效 都沒有什麼很突出的表現 所以這一個啊 這一個應該可以列入我今天所有東西中 前三名失望的 這個我自己非常非常的不喜歡 再來是Mail Cosmetics的眼影盤 這個不是新品 可是因為我自己前陣子買了 就一直用一直用 我覺得他的配色太實用了 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眼影盤啊 就寫了我的名字 他是一個超級暖調的大地色 然後呢顏色非常非常的深 就基本上啊 這顏色我不太用得到 我要畫眼線的話呢 這個顏色就足夠了 那他的霧面色跟珠光色搭配的還蠻平均的 然後一樣有這種打底 或者是修正眼窩的顏色 還有這個眼窩主色 那像這三個眼窩主色啊 搭配起來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這一個是那種嫩嫩的粉橘色 然後這是那種很夏天的土黃色 跟這個是有點卡其感帶黃色調的大地色 就這三個眼窩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再加上這個顏色去隨便 就真的超隨便 因為這一盤很好暈染 隨便暈染一下你的雙眼皮折子 當成是你眼睛的深綴色 那加上這個當眼線就OK了 就是可以輕輕鬆鬆打造很多眼妝 那如果你平常眼影盤很缺這種 比較深色的基本大地色啊 這一盤你真的需要擁有 他們超百搭 就這三個顏色 還有這兩個珠光色 他們都超百搭 他可以拯救很多你手上用不到的眼影盤 所以這一盤啊 我買了之後他應該算是我最常用的眼影盤 我原本之前拍愛用品要把它放進來的 結果呢 就那個生病然後又生病 所以我就很久沒有拍愛用品 就一直沒有辦法介紹他 今天趁著介紹新品的機會 把它一起偷偷的放進來 那我剛剛好像沒有講到粉質對不對 他們這個粉質啊 也是超級的顯色均勻 你們看一下喔 顯色度 我剛剛沒有摸很多下 我這樣輕輕的沾了兩三下嘛 他的顯色度非常的好 然後粉質也很服貼好暈染 但是要跟這個神盤比起來還是比不上 粉質的部分如果說他十分的話呢 這個大概有到 八分九分吧 基本上就是 你硬要挑剔才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比較不好用一點 不然我覺得真的他也是近乎於完美了 但是呢 這一盤他的粉相對就壓得沒有那麼紮實 就是刷子放進去沾的時候 他是會有點飛粉的 然後在深色這個顏色啊 畫的時候啊 會有一點點掉粉 一點點而已 不嚴重 我就會拿一個比較小的鬆鬆的刷子 把它刷掉就好了 就他會飛粉 然後稍微掉粉 這兩個我覺得是在我的容忍範圍內 所以不影響我對這一盤的喜好 再來是Pat McGrath 這一盤好像是之前聖誕節出的限量盤吧 我看現在網路上還有在賣 如果你在觀望這一盤的話呢 不要再想了 買就對了 這一盤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值得 他是以珠光亮片金屬色為主的 然後呢 你有一些顏色看起來會太跳不好駕馭 但是你就忽略他就好 因為這一盤裡面其實 你乍看這樣會覺得 唉唷顏色看起來好像很繽紛鮮豔 應該不太實用吧 但是當你真的實際一顆一顆去看啦 欸還蠻實用的 尤其是他的霧面色 你看他霧面有這個乾燥玫瑰粉 就是很適合拿來整個眼窩打底 然後中規中矩白搭的大地色也是有 但在看亮片色的部分 一樣是有大地色啊 或是這種實用的鐵鏽紅啊 或是這種淺珊瑚橘 或是這種比較繽紛的橘子色 這種其實夏天你會非常非常的實用 而且這種橘色啊 對我們亞洲人的膚色是很友好的 然後還有這種灰雕色 這種顏色雖然說他是冷色調啊 可是超級好搭配 就你要局部點綴啊 或是整個眼窩的中央這樣點都很漂亮 然後加上玫瑰粉 是不是其實他裡面的配色 都是用得到的 只是這一盤啊 他就比較不像是那種 一盤可以獨立完成很多個眼妝的 他比較像是搭配性質 就是你這一些顏色都可以拿來 單獨去搭配你其他的眼影盤 然後拍My Grass的眼影 就是亮片色不用我多說 就是又細緻又閃到爆 然後又服貼 但是霧面呢 他們家有時候會有品質不一的狀況 像我之前就有買過 完全不顯色又很斑駁的霧面色嘛 但是這一盤裡面啊 他的霧面色是非常均勻 服貼顯色度好又好暈染的 所以這一盤呢 也是對我來講零缺點 而且呢 以就是他這麼多色 去換算他每一顆的單價啊 划算 這一盤我覺得真的划算 如果你在觀望的話 就是停止思考 趁他還有在賣的時候 趕快收 再來這個是Patrick Todd眼影盤 這個不算是新品 應該差不多出了可能一年左右嘛 我不太確定 反正他不是一個很新的產品 但是他在北美非常非常紅 而且之前缺貨好一陣子 後來他好不容易補貨 馬上就買了嘛 用了之後啊 失望捏 我覺得這一盤可以挑出來的缺點 真的太多了 首先呢 這一盤會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這十個顏色 是粉狀眼影之外呢 這邊還有兩色是雙狀眼影 而且他很體貼的就是有加一個蓋子 才不會你這邊粉都飛過來 他就變髒細細嘛 這個超吸引我 我想說這雙狀眼影 感覺拿來畫眼線一定超棒的啊 結果我畫眼線啦 超暈的 我已經好久沒有看我眼妝暈成那樣子了 這兩個顏色超暈 而且呢 就是他兩個顏色都很深 就都只能拿來當深邃色或眼線色 如果他有一個顏色比較淺 可以拿來當眼窩色 我可能還不會那麼討厭他 就是他這兩個顏色都那麼深 就只能局部放在後面 然後局部放在後面就很容易暈 所以這兩個顏色啊 對我來講使用率非常非常低 然後霧面色的部分啊 他是很好暈染 顯色度也很高 然後粉質很細緻沒錯 可是呢 他的粉真的壓得太鬆了 我是一個不太介意非粉的人喔 可是他真的壓得太鬆 就是你刷子輕輕的進去嘟個兩下 整個就飛很飛的亂七八糟 就甚至會掉到桌面上到處都是 這個真的飛得太誇張 然後再加上他的亮片色啊 我覺得 因為用了這麼多品牌 可能有很多很屌亮的亮片色嘛 然後再用這個 他覺得嗯 好像有一點普通耶 就是 就這樣啊 就沒有說有什麼特別 吸引人的過人之處 再加上這個顏色 基本上我很喜歡眼影盤裡面 有這樣子的淺膚色 因為淺膚色 你第一個除了可以做 整個眼窩的校色打底之外呢 拿來暈眼影的邊界也非常的好用 可是 這一個 他這一排不是都霧面色嗎 他就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就這一個顏色 他裡面加了亮粉 所以呢 如果你要再 這樣子用刷子去暈的話 那個亮粉就會掉下來 就是這種 擺明就是要拿來當暈染的顏色 為什麼要加亮粉 導致這個顏色的使用率也不高 所以這一盤我覺得缺點真的太多了 加上他的包裝啊 那個超容易沾指紋的 這包裝好討厭喔 所以 這一盤 他就是沒有很嚴重的大錯 可是你可以挑出很多小缺點 導致我就一點都不想用這一盤 這個我要打入人工 接著是兩盤TOMPRO的四色眼影 這一盤呢 是他們限量系列那個什麼蜜桃的 所以這一個啊 如果你有喜歡他的配色 他的妝效的話呢 要買要快 他是限量的系列 之後要買就買不到了 那他們這兩盤啊 都是新的質地 就有一點點算是介於霜狀跟粉狀吧 總之他的質地很微妙 就有一點像是生巧克力 你摸下去他是硬硬的 就不像平常霜狀那麼比較軟 比較濕的感覺 這個摸下去他還是硬硬的 可是他又摸起來不像粉 然後呢 這個眼影啊 他用手抹的話 顯色度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的顏色就是很服貼 就是他那個服貼度就是 有霜狀的特性 然後呢 暈染力又是粉狀的特性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好暈染 那他這個質地的眼影啊 我覺得最好的上妝方式就是用手指 這樣子你可以得到他最完全的色彩呈現 但如果有的人習慣用刷子的話呢 他用刷子沾 因為他的質地比較硬嘛 用刷子沾會需要沾比較多下 然後用刷子上色啊 他的顯色度會比較低 可是呢 他是可以暈染開的 因為有時候如果是那種全霜狀的質地啊 用刷子會比較不好暈染 太濕了 但是這個啊 他用刷子 就可以像粉狀的眼影 這樣子 把他暈染得非常的柔霧 無界線感 所以他用手指跟你用刷子 呈現出來啊 算是很截然不同的妝效 甚至是連色彩呈現都會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這一盤的配色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歡 就是他畫出來是一個很粉嫩的蜜桃感 他整盤裡面的顏色是算是偏淺的 就是他連最深色都叫這樣嘛 他算是偏淺偏清淡 可是很神奇的是我畫起來 完全不會顯得眼睛泡 反而是那種很可愛那種 真的很夏天蜜桃汁的那種妝感 所以這一盤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覺得妝效呈現質感非常非常的好 另外呢 他們這個四色眼影有新出三個色號 我買了一個是老虎盤 然後老虎盤基本上跟這個蜜桃盤 有一點相似就是他們都是偏橘色調為主色的 那老虎盤裡面四色都是偏強珠光的 那蜜桃盤的四色比較算是斷光 就是擦上來會微微的有光澤感 可是沒有那種珠光或是金屬光的樣子 那就是兩個妝效上的差異非常的大 還有呢就是顏色的調性 就這一個是很粉嫩的 這一個就是那種比較有點性感 對算是比較偏性感的橘金色 所以就如果你是想要那種很閃亮性感 Party妝的話呢 會比較適合這一盤 那如果你就是想要一個很粉嫩很夏天 很簡鈴的妝容的話呢 這一盤我覺得會是比較適合的 那這兩盤同樣都是那種深巧克力之地 然後這一盤啊 它的深色就真的夠深 我現在磨給你們看喔 它的深色就是深到你要當眼線都沒有問題 像這個顏色你就可以直接用棉棒沾 再放到眼尾呢去畫 當成眼線 它的顯色度非常的好 就如果以站在實用的角度啦 就是你可能天天都要用的話呢 這一盤可能比較實用 因為我剛剛說它的妝效是比較性感的嘛 可是你就不要去說把它整個 每個顏色都去滿滿的鋪在眼窩上 你就都淡淡的然後點綴一點這個眼線色 它的妝效就會是很日常的 但這個啊 因為它就是顏色真的很粉嫩 你怎麼畫它都很粉嫩的感覺 就比較沒有辦法打造那種日常天天使用的妝效 所以這兩盤就是看你的需求 看你的喜好來選 這兩盤我都還蠻喜歡的 再來是Dior的千鳥格限定系列 就是它原本裡面應該要 喔還有還有千鳥格壓紋 其實它粉壓的也蠻鬆的喔 像這邊我摸一摸它也不見了 所以如果你是沖著很漂亮的千鳥格壓紋 想要買這一盤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免了 因為你大概用個三次 它也會就是變不見 然後這一盤呢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首先它配色應該很明顯 可以看出來就是 比較有這種灰掉的 就這種灰掉啊 對於我這種暖掉肌膚的人來講 真的很難駕馭 看起來就是很髒 就是很像抹了一層灰在臉上 然後它的顯色度啊 還有整個畫起來的妝效質感 我覺得都還好 所以這一盤我自己是 沒有很推薦的 再來是VCR的迷你盤 就真的非常迷你 它就一個掌心的大小 它裡面呢是四色 乍看之下會想說 哇好實用的四色喔 但是 當你真的要用啊 就會發現 欸 很普通 真的很普通 就是它這個珠光色啊 就 普通 除了普通 想不出來別人形容詞 就是妝效很普通 然後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這個深色的 非常的難暈開 就是它這個深色啊 超級團結 非常非常的難暈開 欸現在畫在手上 覺得很好暈欸 怎麼回事 好 反正呢 我用在眼睛上啊 它們就是很團結 暈超久還是暈不開 就會有那種很斑駁的狀況 所以這一盤啊 我覺得就 pass 如果你有在觀望 VCR這個 小的四色迷你盤啊 就可以不要 再來是 Urban Decay的單色眼影 這個呢 完全是超級舊的產品 但是一樣 又是被小紅書燒到 我覺得小紅書超邪惡的 不知道為什麼 它們都會 在同一時間 然後就一直 好多人推同一個產品 然後腦波肉 就會很容易被燒到 像他們前陣子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在推這個 Urban Decay的 他們叫什麼 牛郎色 那這個顏色 受大家喜愛的點呢 就是 它閃到爆 我現在直接 拉近 然後壓在眼睛上 給你們看喔 它沾取出來啊 會像是 沒什麼底色 它的底色基本上很像粉膚色 粉膚色 然後上面就是 很像碎鑽感 超級閃 超級亮 可是又很精緻服貼的閃片 我現在上在 眼睛中間 但我覺得最討厭的是啊 閃片 拍影片 超級難拍出來喔 所以你們看可能會覺得還好 可是我自己用了之後會覺得 天啊它這個閃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是亮片控啊 這一個你真的需要收 它那個閃啊 是 閃到有濕潤感 你知道嗎 就是真的超閃 然後很細緻 完全沒有顆粒感 又非常非常的服貼 它服貼到你會以為 你用的是霜狀眼影 可是沒有 它完全就是一個粉狀的 我照鏡子啊 看我這個眼皮 已經是波光零零了 可是我不知道影片好像 應該呈現不太出來 再拉 跟進來看一下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總之呢 這個顏色真的 它 沒有愧對網路上的 那麼多好評 它真的 非常 非常 的漂亮 又閃 又細緻 超漂亮的 而且這個顏色 我覺得它很神奇的地方 通常很閃的眼影啊 就會覺得太浮誇 是平常用不到 可是它這個啊 因為你上上就是那種 很清透的碎鑽感 就不是那種很金屬光 反而會看起來變臉辣妹妝 這個反而是會 點上去 讓你看起來更清純的 超級閃片 反正這個顏色很神奇 如果你還買得到的話呢 我真的是非常建議購買 再來這一盤啊 我也是 雞腿 超級好用 超級好用 它是Natasha Denona的 眼睛彩盤 然後呢 它的睛彩部分很妙啊 啊 它這個睛彩 這個質地有一點像 剛剛Tom Ford那個眼影 就像深巧克力 介於霜狀與粉狀之間 就你要說它霜狀嗎 可是你這樣摸 也感覺到它是沒有那種濕潤感的 可是它又不是粉狀 就不會有那種粉的感覺 然後這個呢 就是 它比較不適合用手沾的上色 會有一點點 顯色度不是很高 就你要這樣用手沾的上色啊 會要推很久 會推掉你底妝 它的用法呢 就一樣也是用你平常沾 粉狀腮紅的那個刷子進來沾 然後上就可以了 它不用用什麼特殊的用法 然後打亮這一邊啊 打亮這一邊 我說真的我摸不出來 它是雙狀還是粉狀欸 好像也是跟這個腮紅一樣 就有一點點偏向深巧克力的質地 然後它這個腮紅跟打亮的顏色啊 就是完美百搭 然後一樣就用平常沾打亮的刷子來上就好 或是這個打亮呢 你要用手上也是可以 很中性的梅子粉色跟香檳色 然後眼影啊也是萬用百搭 如果你再找一個很基礎每一天都可以使用的盤啊 就是這一盤呢 這一盤啊 它眼影配色也是每一個顏色都非常實用 就你這個顏色眼褶 這個顏色眼窩 這個顏色來拉眼線 然後如果你想要有亮亮的感覺啊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顏色再疊在眼褶 然後這個顏色呢可以是去鋪你眼皮前半段 讓你的眉眼更立體的那種感覺 那這一盤我覺得它的粉質顯色力 妝效服貼度什麼的都沒話說 就是呈現出來的妝感質感非常非常好 唯一這一盤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這個最深色 有一點不好暈染 但是沒有到完全暈不開 就是你會比較需要花時間去暈它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我不是很介意 是因為這個顏色 我基本上就只拿來畫眼線 然後稍微少一點把它暈開 我不會讓它整個這樣大面積暈染 所以它不好暈對我來講 並不是太大的困擾 然後像這個你要拿來暈眼窩的啊 超級好暈 就是用鬆鬆刷這樣 暈就是一個很柔霧感 然後像它兩個這個 亮片色的眼影啊 美 這兩個亮片色的眼影真的超美 你們看一下 它的閃度 夠閃 然後又夠細緻服貼 而且顏色是不是都超級百搭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 臉頰上的打亮超不拎的啊 這一個打亮可能會沒有辦法到那種 那種宇宙都看得到那個亮度 可是呢你就可以另外再搭配它眼影盤裡面的這個顏色 這顏色你就可以局部的點綴在你唇骨的最高點啊 或是鼻頭的尖端 總之這一盤啊 我覺得它整個配色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完美 這一盤真的是我目前用到覺得 最最最喜歡的眼頰盤 相較於下一盤 也是之前 就差不多去年底新出的眼頰盤啊 比起來 這一盤的配色你就覺得 這什麼廉價的玩具眼頰盤嗎 這個 這個顏色 請問這個顏色到底是 bronzer還是腮紅 這個顏色超橘的耶 它就是磚塊的顏色 我真的搞不懂這個顏色到底是bronzer還是腮紅 那它真的橘到啊 就不是太實用 然後這個腮紅色啊又太淺 你除非是白雪公主 不然你可能 黃二白吧 可能就 上到臉上看不到這個腮紅的顏色 所以這兩個腮紅啊我覺得 然後眼影的配色啊又 就是配色它有主題性嗎 有嗎 就是 配色超普 總之這一盤啊 就是我原本看網路上的照片 你就覺得說欸看起來不錯喔 好像很實用喔 結果收到用一次之後就 打入冷宮 這個就整個 它粉質啊還有質感什麼的都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配色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化妝品製造技術 真的都很發達了 就不用到很多高單價的眼影 可能它的粉質 跟那個色彩的呈現 跟上臉的質感 都可以做到一個標準以上 所以現在就等於說是 你要比其他東西 就比你的配色 比你的調色品味 還有比你的包裝質感 這些等等周邊的東西嘛 那這個配色啊 隨便就被打趴 這個配色就不行啊 好啦 就這一盤真的 買了之後超神器的 好眼影盤終於結束了 我是不是光眼影盤 就可以是一支影片的長度了 因為我已經講到喉嚨痛 可是我面前還有好多東西 那再來呢 講我這一次買到最喜歡的唇頰彩 它是香奈兒 香奈兒不是有新推出一個 1號系列嗎 然後他們除了粉底啊 跟一些保養之外 還有出這種圓罐的唇頰彩 那這個唇頰彩啊 簡單兩個字的心得 好用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首先呢 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就很重啊 雖然說它就只是一個 你知道好像 很基本的小圓罐 然後配上一個大大的 香奈兒Logo 可是我覺得這種 比較偏精品線的東西啊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可以把這些好像很基本的 做的質感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小圓罐真的很美 然後我一次買了4罐 就是它比較熱門的4個顏色 2 3 4 5號都買回來啊 用了之後啊 我真的都很喜歡耶 天啊 就我第一次收到 因為我是上網買的嘛 第一次收到 摸了之後啊 其實我有一點擔心 因為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有沒有 很潤感 就有一點點 類似唇蜜的那個光澤感 我會不會想說啊 這個抹到臉上一定會超級黏 會完全的把底妝沾掉 沒想到不會耶 超神奇的 它不太帶走底妝 大概頂多 帶走一點點 帶走一層底妝吧 就真的很輕微 然後呢 很好拍勻 我都是先一點點抹到臉上 然後到美妝蛋拍開 超級勻 然後那個顏色啊 完全就是皮膚透出來的 再來更厲害的是啊 它的妝效是光澤感的 那它那個光 不是那種什麼油光潤光 它是很漂亮的 保水光感 它那個光澤感呢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 用粉狀的打亮 你用這一個啊 上完之後 你直接紅暈感 跟臉部的體量都有了 這個的光澤感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拍到臉頰上 是非常均勻薄透 就是你上上來的妝效 是有透明感的 那這種妝效 你就會覺得 上在嘴巴上應該效果不怎麼樣吧 就沒有辦法遮唇色啊 不會修飾掉你唇皺暗沉啊 什麼的 但這個超神奇 它上到嘴巴上 顯色度意外的還蠻好的 就是 唇色遮蓋力可以大概到有六成 然後修飾力很好 像我就有唇皺暗沉嘛 基本上我用它們這個唇頰 上到嘴巴上 它是可以完全修飾掉我的唇皺暗沉的 所以香奈的這個唇頰蜜啊 它是不管拿來當唇彩或是夾彩 妝效都非常非常完美的 而且它的保濕度啊 放在臉上不會悶 不會有那種很油膩的感覺嘛 可是上嘴巴上 欸滋潤度很好 真的超神奇 這個東西我覺得真的超級好用 它就是各方面來講 我覺得完美 有一個小缺點 它不是圓罐嗎 如果你有做指甲 指甲很長的那種人啊 你就沒有辦法這樣子伸進來沾 然後像我是指甲就是比較短的嘛 基本上我覺得可能沾一沾到 它有點凹的話 也會開始就戳到指甲裡面 所以它這個圓罐啊 比較不好沾取 是唯一的缺點 然後我買四個顏色啊 順便跟大家分析一下 大概每一個色號是合什麼樣子的 首先二號色呢 讓我看小超 二號色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自然的肉粉色 它比較淺 就有一點那種 膚粉色的感覺 非常的百搭 這個顏色啊 基本上就是 不管你任何膚色的人都適合 因為即使你是那種 比較可能偏自然肌小麥色的啦 這個疊上去啊 會融合你的皮膚 變成另外一種顏色 所以這一個 就是不挑膚色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要塑造很自然 清淡微微的紅暈感啊 這個顏色是最適合的 然後這個顏色呢 有一個小缺點 它比較淺嘛 上到嘴巴上啊 會稍微有一點不勻 另外三個顏色 上到嘴巴上都完全沒有不勻的狀況 但我用這個顏色 是稍微有一點不勻的 所以這個顏色買來 我覺得比較適合單純當夾彩 當唇彩就沒有那麼完美 再來是已經整個大缺貨的三號色 因為這個三號色已經完全 在其他地方都已經賣完了 那這個三號色呢 雖然說它是最紅最熱賣的顏色 其實我自己沒有非常的喜歡 反正我用完啊 這個顏色我其實是沒有很喜歡的 就它看起來啊 是一個很漂亮的那種肉桂色嘛 可是上到皮膚上啊 它反而有一點偏紅 就是紅中帶有一點點棕感 就我覺得沒有說色澤 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總之這個顏色啊 上到我的臉頰 或者是嘴唇上 都沒有這種 它罐子裡面那個 很精緻高質感的那種調色的感覺 嗯可能 我覺得我自己推測啦 這個顏色應該很適合 比較深那種小麥肌 就是你自己皮膚的那個底色 再疊這個上來 會比較帶更多的棕感 那個顏色質感可能會更好 但是偏白激的啊 這個擦上來就很紅 就妝效就比較普 再來這是我買的四個顏色中啊 其實我自己喜歡的是這個 超冷門的四號色 你們這樣看是不是很可怕 這是水彩吧 就覺得這顏色超可怕的 可是呢 它放到臉頰上啊 嫩到爆 直接年輕五歲 這個顏色的調配 真的太美了 它上到臉頰上啊 不是老阿姨要裝年輕喔 就是直接讓你看起來年輕五歲 這個顏色真的超嫩 而且它很適合接著要來的夏天 就是一種很夏天的果汁感 然後它當唇彩的顏色也很漂亮 就是比較有活力的橘紅色 這個顏色啊 你真的不要被它這樣子看起來很螢光 很像水彩的顏色給嚇到 它實際用起來超級漂亮 再來五號色 五號色呢 我覺得我要把它跟二號色 歸類到同一個系列 就是都偏自然紅雲感 可是二號色呢 它比較淺 所以就是自然紅雲中 比較是屬於粉嫩路線 然後妝感很淡的 就如果你甚至是想要素顏使用的話 這個都可以 然後這個也是自然紅雲感 可是呢 它的顏色比較濃 就會比較有妝感 它實際用起來比較像是 介於乾燥玫瑰色跟血色之間 就是一個超級自然的曹紅感 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是這種習慣全妝 然後想要找一個 很自然百搭的腮紅啊 這個 那如果你平常是習慣很淡的淡妝 可是你有想要拍上一點腮紅 讓自己氣色看起來好一點的話 你應該就會比較適合二號色 然後我不是都有寫紙條嗎 我這樣紙條上就是寫我每個顏色 覺得適合什麼嗎 然後我剛剛發現我的這個五號色寫 乾燥美眉色 我已經寫這些東西寫到起笑 乾燥美眉色的時候 我剛剛在看紙條的時候 我在寫什麼鬼啊 好 我這次真的是 耗盡我自己的腦 希望要做這支影片 接著呢 還是唇頰彩 它是Bobbi Brown新推出的 然後Bobbi Brown這個唇頰彩 它就只有出四個顏色 所以我就直接試色全包 想說試色給你們看 那這兩個啊 用起來我覺得相似度有到 百分之八十 它們兩個共同的優點就是 都非常的好拍勻 然後也不會說帶走太多的底妝 然後上到臉部也是完全的融合你的皮膚 但是妝效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香奈兒這個是很光澤感的 這個基本上就是 正常皮膚質感 就是它不會幫你的皮膚增加光澤 然後這兩個一樣服貼度都非常的好 只是我覺得妝效上啊 香奈兒的又更透了一點 就是那個透明感 反正透明感是一個很玄的東西 就是香奈兒 它的那個透明感更強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比較有光澤的關係 它的透明感更強 但是其實它們兩個整個用起來的感受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相似 但是呢 你看到很明顯包裝不一樣 就是 Bobbi Brown這個啊 它是軟管的包裝 就是我覺得兩個包裝都各有利弊啦 因為它是一罐的啊 你就直接手可以進去沾嘛 但這個 你就一定要先擠到手背上 你知道 要多弄髒一個東西 可是呢 它這樣子又比較乾淨 你不會說 手進去摸到其他沒有用過的東西嘛 它比較乾淨 然後它也沒有那個指甲 會鍍到產品 這個就真的是 如果你有做指甲子 直接整個鍍進去 到時候指甲縫裡面 都是這個唇頰酸 會很討厭 那這個 軟管包裝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它就是這樣先擠到手背上 然後稍微勻一下 那我一樣呢 就是 點擊點到臉上 然後用美妝袋拍開 妝效一樣是超級薄透均勻 不會有任何的色塊感 接著呢我一樣 跟大家個別分析一下 這四個顏色 首先 PINK PUNCH 它是一個 擠出來你會嚇到 因為看起來就是一個 芭比粉 你會覺得說 天啊這可怕的芭比粉 上到臉上應該就是死亡吧 但是呢 它上到臉上 其實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那我覺得它應該 比較適合白皮膚的人 白皮膚的人 上到臉頰上啊 就是仙女 仙到爆 但這個顏色啊 它有一個缺點是 上到嘴巴上 會有一點點不勻 會比較卡到唇紋裡面 再來這個Creamy Coral 它就是一個橘子色 一樣就是那種很夏天果子感的 但是它用起來 有一點點螢光感 我怕可能 皮膚比較深的呢 用起來會有反黑的感覺 這個我不確定 那你如果 皮膚顏色比較深 又想要試試看這個顏色的話呢 你就真的要去專櫃試用看看 然後它用起來 也是比較那種 很嫩很有青春活力的感覺 但是它一樣有一個缺點 跟前面這個PINK PUNCH一樣 它上到嘴唇上啊 會不勻 然後有一點卡唇紋 然後這個顏色 它跟香奈兒的4號 有一點點類似 可是我覺得用起來啊 香奈兒4號的那個質感 好非常的多 你們看Bobbi Brown 它就是橘 但是香奈兒這個啊 它是帶了有一點點粉 就是比較珊瑚的感覺 那Bobbi Brown這個就是橘子 然後這個它有帶有珊瑚感 所以它的那個整個質感又更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橘色系的啊 我覺得香奈兒的4號 會比Bobbi Brown這個 Creamy Coral好很多 最後剩下這兩支啊 我都超喜歡 而且這些唇頰霜 我是在Selfie上面買的啊 這兩個顏色已經缺貨了 所以到時候台灣上市啊 應該也是這兩個顏色會比較快缺貨 如果有喜歡的話呢 到時候上市就要去搶 首先這個顏色 Latte 它就是一個栗子牛奶的顏色 超級漂亮 這個顏色真的超級漂亮 它畫開來就有一點點類似泰奶色 然後上到臉上啊 質感超好 因為它帶有一點點橘 就是它看起來沒有橘 可是它實際用起來帶有一點點 跳到好處的橘 然後呢它很像那種太陽曬過 那種自然健康的紅暈感 這個顏色 真的超美 而且它基本上它這種色澤啊 也是不管你是白皮 黃皮 小麥肌 然後多深的膚色 都適合的 所以 激推 這個顏色我真的激推 而且它不管上在臉頰上 或者是嘴唇上 都完美 它上在嘴唇上 完全不會有什麼顏色 不均勻卡紋的狀況 這個我真的激推 拜託大家 有想要買純家財啊 這個台灣上的就去搶 真的真的需要搶 然後再來呢 我看Selfridge上面 第一個缺貨的是這個顏色 我不會唸 是Tool還是Tooli Tooli 不管了 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它就是那種 唐治無花果的顏色 它就是比較那種 裝紅色調中呢 調了咖啡色 總之它的顏色質感 非常的好 然後上到臉上 也是一個自然的紅雲感 就是很神奇 這兩個顏色都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土色嘛 你就會覺得 它可能就比較 沒有辦法創造那種自然潮紅感 但是這個很神奇 它上臉上也是自然的潮紅感 它就是很像你那樣 吃完麻辣鍋的自然潮紅感 然後顏色的質感 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看到這個顏色啊 應該就會想說 它跟香奈兒的三號色 是不是很相似 我覺得乍看之下很相似 實際上到臉上 你們看我左右對比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會跟我一樣 比較喜歡 Bobbi Brown這個顏色吧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 調色比較獨特 可是又襯膚色 然後香奈兒這個 這樣子比較之下 就很明顯 香奈兒這個 看起來就是 稍微有一點 普通的紅色 沒有什麼 獨特的調色感 所以如果你是在找這種 比較有妝感的 戴咖紅棕色調啊 我是比較推 Bobbi Brown這一支 而且這一支一樣 它不管是上唇 或者上臉頰 妝效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接著 還是唇頰彩 最近真的非常多唇頰彩上市 它是一個 專業彩妝師的品牌 然後是四色唇頰彩盤 這一整盤的價錢啊 比一顆香奈兒唇頰彩還便宜 而且一顆香奈兒唇頰彩呢 是6.5克 那這個唇頰彩盤呢 它單一個顏色 就一個顏色喔 就25克 就25克 然後一邊想說 欸 這顏色好像有一點點類似喔 如果它跟香奈兒的一樣好用 那豈不是CP值超高 所以 抱了這種 貪小便宜的心態 我就買了這個啊 用了之後 這一個啊 超黏 它就是 你一用上臉啊 它就把你的底妝完全整個沾不見 你會以為我剛剛是不是沒有上底妝 然後呢 它的顏色就是很團結 比如說我都會先用手指沾到臉上再拍開嘛 那它就是會一直保留著我 三個指紋在那邊拍不開 它就是又黏又團結 然後上到嘴巴上啊 很卡唇紋 因為我唇紋很深嘛 它上到嘴巴上就是整個那個色料 會完全的卡唇紋 而且很乾 所以這個啊 這個不行 這個我覺得唯一 可以讓它變好用的方法 就是 把它這個腮紅 跟一點粉底 調勻在一起 然後拍上 這樣子應該就會很漂亮又好拍勻 但當唇彩的話 可能就讓你本身的唇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總之這個呢 也不是說完全的垃圾啦 可是我覺得 站在一個 只看品質的角度的話呢 它的品質完全跟香奈兒差了十萬八千里 但是如果你要站在一個CP值的角度呢 這個 這個你客單加算起來不到香奈兒的十分之一吧 所以CP值我覺得還是有的 就是看你要不要去接受它的用法 可能會比較麻煩而已 最後是一個可愛的球球形狀 夾彩霜 它就只是夾彩囉 沒有唇頰 然後呢 我會被想說 欸這個用起來很方便耶 就不用我再用手在那邊沾半天什麼的 它直接這樣子 塗到臉上 再拍開就好了嘛 欸事情果然不是我們人想的那麼簡單 這個啊 它在抹到臉上的瞬間 就會直接像橡皮擦一樣 把你的粉底全部擦掉 沾到自己身上 這個帶走底妝的效果一流 所以不管它好不好拍勻 它色彩呈現怎麼樣 我都不想要再深入的去體驗 因為它會把我的底妝全部吃掉 這一點就足以夠把它判到地牢裡面去了 終於最後一個腮紅 它是SUQQU的粉狀腮紅 那它這個新出 新出的這個啊 不像之前的 是有漸層色的 然後跟之前的版本 也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是刷子變了 新的刷子 之前的刷子 你們可以感覺到嗎 新的就是變小了 然後毛的那個膨度也不夠 所以新的刷子啊 它比較沒有辦法把腮紅去勻的很漂亮 刷子的部分我覺得 舊的比較好 然後呢粉質的部分 我覺得新的比較好 就是它完全 完完全全的融入皮膚 真的超級融 你會以為它應該是雙吧 怎麼會那麼的融 它真的是一秒 有如奶油一樣 會融到你的皮膚 它完全是一個粉狀腮紅 可是它刷上臉之後啊 直接融進去 你完全不會感覺到任何的粉感 然後它上色非常非常的均勻 然後顯色度 有比我之前買的這個 漸層的好一點 但是呢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新的這個粉啊 我不知道是壓得比較鬆還是怎麼樣 它很飛粉 就是我腮紅刷放進去這樣子 沾兩下 就會飛粉飛的旁邊蠻多的 如果你很建議飛粉的話 這個你可能會有一點點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沒有很建議飛粉嘛 所以這個飛粉我覺得OK 然後它那個粉質啊 真的太夢幻太美妙了 然後妝效也是 它就是那種霧中帶斷光 就可以讓你的臉頰那種 膚質質感變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新版的啊 即使沒有像 之前有這樣子漂亮的漸層啊 我覺得還是 非常非常值得買的 因為它在粉質上 真的很明顯的有提升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